最近我们沈阳的烧烤店已经卷疯了 不养肉串 九毛一串烤串 这串不小啊 兄弟们 我们沈阳划不划算 点了一些就快上齐了 等会儿 你们家没给我多加吗 没有 我们是中长的 9个妹子 11块9 12块钱 大哥 这是盆子 丧心病狂 他们家的这个特色串 然后先倒了个辣椒面 然后又倒了 这是酒应该 这个衣服也很有意思 也挺冷的 冷 穿厚点下 喜欢嫩点的吧 行行行 怎么好吃怎么来 太棒了 我们来一口吧 注意啊 这个芡的非常的烫 我刚才被烫着了 就干脆的咸辣 和那个福特加的白酒上 很嫩 这个东西可以体验一下 一点糖没有 就纯咸和辣 大家这个串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纯的一个脆火 这个屎蛋跟所有的不一样 是他家自己做的是灰色的 正常是黄的跟绿的 鹌鹑是8块 这块叫鸡屁股 也叫鸡定煎 这个是玉米汁的这个大翅膀子 吃起来还是很爽的 实话 火要让它再大点就好了 只可以烤得再老一样 宫后夹肉 中年人的浪漫 宫后啊 小味还是很不错的 肉串太大了 嚼起来有点滴 但是很酥 宫后和油边 我还是选择油边 还得来油边 不错 这三个是80啊 枪弹泡腰吧 哇 看着就感觉到那种 作为一个男性就很能感同身受吧 共情 但是吃起来一定很爽 原有的大腰膀 做成小段的会不会更好一点 太筋端了 谢谢 刚下来了三个爆汁的牛腰子 这个好吃 这个比那个羊腰子好吃 外边这圈是网油 里边是腰子 甜咸口的 比较为辣 然后爆汁 实大啊 这灰色的啊 有点灰绿色 很好吃 沈阳的实大 要么就是绿的 要么就是黄的 没有这种灰的 这种灰的在粉龙椒非常常见 非常好吃 终于啊 来一口这个猪脆果 我在沈阳第一次吃到这个串 别人家好像没有烤的 外面有一层筋膜里面全部都是脆骨 外面那层就好像筋皮 然后里面是脆骨 就还行 鸡屁股啊 这个很好吃啊 哇 这个老嫩老香了啊 但是很多人吃不坏 真不愧是东北 12块钱 竟然给这么多 这味儿也行啊 这个嘎嘎汤我很喜欢 我怀疑老板看我拍视频多加了 有来过的兄弟们跟我说一下 是不是这么大份 有点像是摄像头效应 9块9的拍黄了 吃这个鸭轴的9毛钱的这个烤串啊 9毛钱 纯牛羊肉的不小 嗯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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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碗重 羊排串 口感就轻点就好了 适合那个 喝果汁 这是沙干 你们可能没听过 叫连铁 这个越咬越香 有点太干了 咬不动 但是这么干是没问题的 人家它越干越香 鸡腿和牛肉都是9毛钱 牛肉比羊肉那个好吃也行 因为它瘦的更多一点 鸡腿好吃 甜的 主要是9毛钱不鲜料 你懂吗 就 真的 我怀疑老板赔钱 再见吧 兄弟们 真的 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是这个食蛋 这是我目前在沈阳吃过最好吃的食蛋 没有质疑 稍微有一点茄子 少放一点茄 就没有那个茄味的话就更好吃了 真本喝不完 必须要打饱 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 有时间我会去拍的好吧 别忘了点赞关注再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